各位弟兄姊妹 早晨 我是果原田契利秀文 在我原生家庭中 共有八兄弟的姊妹 我和我妈生弟弟是彭最小的 在我母亲怀中的时候 我已经被安排到 另一个家庭去生活 就是这样 我一出生 就送到我生父哥哥的家 从此我就离开了 我的亲生父母 总是这样偶然都会见面 但是关系都不是那么亲密 在我小学的时候 已经是基督教小学 而当时我圣经科目 经常拿A的 背金句背得很快 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 但是后来去到中学的时候 很遗憾不是基督教 但是在我中学的时代 我姐姐已经带我回教会 一起三家主日崇拜 很快我学生时代过去了 之后出来社会工作 虽然我内心有主的存在 但慢慢把信仰的寻求放下了 但我都非常感谢我这位姐姐 她为我播下福音的种子 后来这位姐姐 还成为了传道人 更成为了我家中的一道桥梁 令我和我家人 在信仰的寻求更加扎根 信主前的我 会终于相信风水明理 喜欢看运情书 更试过中学时 和同学去过澳门看照 记得小学的时候 妈妈带我去拜王大仙 但当时我觉得烟火很热眼 和流了眼水 因此我就再没有去过了 觉得好像烧香拜神 这些东西都是不适合我的 幸好 但我早知道有基督的存在 大却兜兜转转 重回到主的怀抱里 感谢主没有利器过我 在2015年的夏天 我生母约我去一个晚宴的活动 她都是恩福的会友 她说买多了票 所以就邀请我一起参加 恩福举办的一个晚宴 是晚饭 当晚我认识了一位姊妹 她给我的印象 像我以前旧教会的一个姐姐 很亲切 之后我们还交换了电话号码 接着她更联络我上三福 我肯于在三福里再度缺字 之后就加入了果园团契 我更在团契里面 认识了很多好姐妹 在此一路同行 跟随着主的脚步 往后和团契内的弟兄姐妹 一路同行 看到她们美好的见证 天父美妙的安排 让我明白到 只要有信心 依靠天父 在她的旨意里面 凡事都是有可能的 正在今年的母亲节 纯拜上面 可能主在我身上作功 我一边听到 一边眼泪不断地涌出 之后掃天 我仰慕更因病离世 令我悲痛不已 之后就发生了一些 令我对人感到很失望 很失去信心的事 但很感恩 在那段时间 得到好姐妹的相陪 安慰 开解 令我感觉到在黑暗中 出现了一细细的 曙光般的温暖 当时忽然间信心大增 和决心都大增 所以我就决定了受证 虽然过程中好像有点赶急 但天父美妙的安排 令我可以顺利安排受证 还可以有机会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我这个得救见证 感谢主 《喜亚国书》一章二至四字里说到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事年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人在很多时候都要感到不快乐 常常受到困苦 被人指责 不被諒解 不明白 主在我们身上的作工 心意是为何呢 大经文大给我们知道 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应该要积极地去面对 不要只看为负面 白般的试验就像火炼金那样 其实杂质消除了 就变得更加精准 价值和生命的质素 就会大大提高 得以彰显 让我们肯显得更加珍贵 更能被神的所用 能彰显神的荣耀 《喜帖撒》下来家前书五章十六节 自十八节讲到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讨告 凡事的感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女 向你不所定的旨意来 信主后的我 相比起未信主前 变得更加开朗 内心满有平安的心 要学习常常去讨告 以往我是很害怕 在众人面前开口的 我那组的弟兄姊妹都知道 我是很害怕炸米的 但是经过多番试炼 感觉都是进步了少少 还有很感恩 今次得到这个机会 去和大家讲见识 好像神给我一个试验和考验 令我应该要多些进步 和常常会有感恩的心浮现 无论大事小事 小道如买了一件合心意的东西都好 即时都会有满感恩的心 感谢天父拣选了我 起不同的时期都会有呼召 我要好好跟随主的脚步 会出基督徒的香气 结出圣灵的果子 好可以依靠神 侍奉神 我愿将一切荣耀归给主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